爱你不是说让你听我的 而是爱你 我要懂得妥协 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在给倩倩建议 我们一直在给倩倩建议 但是孩子不是倩倩一个人的 不是倩倩一个人要为他做决定 做牺牲 做退步 做承担风险 这是两个人的孩子 在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这件事上 不是只有妈妈才可以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 爸爸也可以做出退让 也可以用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去为孩子的前一段生命 做一段陪伴和健康 而且研究表明 父亲陪伴长大的孩子 更聪明 更健康 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选择 对 这个有个前置 就是倩倩愿不愿意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 同时实现这件事 这是一个双向的 但是我认同小叶刚才说那个思路 就是男性要换位思考 而女性你能不能承担起 他要承担那份责任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建议遇到小王和倩倩同样问题的夫妻 排一排你们哪些是最重要的 哪些是最基础的 我觉得其实在梳理的过程当中 双方其实就能冷静下来 去倾听彼此的心声 不吐不快 我们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请小王和倩倩 走上我们的选择台 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 再次掌声感谢我们各位调解班成员 来 二位 有请 来 小王 你慢点 来 二位 接下来我们倒计时五秒钟 如果双方认同我们刚才的调解 同时选择蓝色 代表我们今天调解成功 如果颜色不同 或双双选择红色 则代表调解失败 接下来 倒计时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有请两位倾诉人做出选择 祝贺我们调解成功 来 二位 慢慢地回到舞台上 你们其实都深爱着对方 你们都希望能够为对方分担些什么 但爱有的时候不是要对方听你说 而是要学会听对方说 学会倾听你们的爱才会更和谐 感谢来到非你莫属的直言不讳 衷心地希望你们的宝宝 健康快乐 茁壮成长 加油 一切顺利 再见 谢谢 让你很心了 没事 没事 谢谢 小王手心里都是汗 今天晚上回家 继续颠沛下礼拜的菜谱 好好给我们倩倩做一桌子好吃的 好 再见 听这些老师们说的这些 还是依从一下我媳妇她的个人意见 如果她想上班的话 在她身体条件是比较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该去就去吧 就是怎么说呢 让她对自己细心一点 不要是做这些户外运动的时候 我什么的再把自己摔倒我什么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上班的时候 也是比较放心的吧